女中藝 水瓶座 O型 O型 女中藝 那叫我播放《理查集合》 的那個 芝加哥 其中有一段場景 就是很有趣的意思 是說他是理查集合的 然後在法庭上面辯論 然後同時在他可能內心的深處 這種踢踏舞的全世界 當下的那個影像的那個震撼 就還有那個對切那幾種 我就覺得 哇這記得舞蹈的一定是我的迷人 所以我當下我就立刻 晚上我就去報名的平衡 然後 1996年的前後 《大河之舞》是最盛行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那個大賣場 大量的播放這樣的影片 所以我們很多就是 就是那個 無形之中 我們就可以直錄這樣的 鳥子 就是你現在去錄煙場 隨便抓到要錄很穩 他們可能大概都會說 那個艾爾蘭踢踏 火焰之河啊 大河之河啊 那種就是艾爾蘭 I always dance 跟我現在接觸的美式踢踏 是完全就是 不同派對的東西 每次踢踏舞的話 他就是比較學習 基本上就是 強調全身性的一個演展 而且是 音樂性 更著重於自己的音樂的詮釋 然後跟 爵士舞啊 跟爵士樂 然後一起演進 踢踏舞它的顆粒 它有點像是 邁服 有點像是 心跳 怕病 它是由你心 傳達到你的全身 傳達到你的腳底板 去踏出那樣的 你節奏的一個 有趣的事情 去完成這 每一個瞬間的一個 Grooving Keep Your Grooving High Headed